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数据库的分类 目前的数据库主要分两大类 有一叫关系型的数据库 一叫非关系型的数据库 这两大类里面有各种数据库 我一说数据库数据库 其实我指的就是什么 数据库管理工具 好吧 那为什么会有非关系型数据库和关系型数据库两大类呢 这是应用在不同的这种网站 不同网站的这种什么呀 不同需求上 那么 首先说一下咱们的关系型数据库 关系型数据库呢 就是全称叫related database manager system 前面加了related 关系的意思嘛 related 它的首字是R 所以我们管的叫rdbms 好吧 那关系型数据库在进行数据存储的时候 特别像什么呢 特别像我们的excel表格 比如说我在这给你们创建个excel表格 然后打开它 说我们如果说在excel表格上存数据 我们一般怎么存呢 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开发一个教务系统 我们开发了一套教务系统 教务系统里面的数据要存 首先你首当其中呢 肯定要存学生的信息数据 是不是啊 学生的信息数据啊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存呢 首先第一行肯定是标题栏 你要介绍一下下边的数据是什么 对不对 第一个 比如说学生序号ID 学生姓名 性别 还有什么呀 这个学生的这个联系方式 对吧 手机号 Fone 那学生初中高中都不让带手机 是不是啊 比如说大学吧 好吧 高中吧 高中吧 高中也能带手机 然后还有什么信息啊 还有什么家庭 住址 对吧 还有什么 这个学生是哪个班级的吧 班级 对吧 这个班级在哪个楼上啊 楼号 对吧 这个班级是哪一个房间号啊 房间号 对吧 然后这个这个学生的老师是谁啊 老师的姓名 对吧 老师姓名 姓名 对吧 还有什么 老师的年龄 老师的相关信息你也要存的 对不对 老师年龄 那还有什么呀 老师的这个 还有什么东西啊 老师还有什么呀 老师的 这个这个 教哪个课 是吧 什么老师 什么老师 比如这么存的啊 然后等等吧 对吧 有这些信息 一个学生的信息 其实关联出来有这么多信息 对不对啊 有这么多信息 那如果说 我们全的啊 存到这么一张表里面来 我们怎么写啊 是不是一啊 姓名 比如说啊 杰登吧 塞克斯 男啊 男女的男啊 男 然后手机号 123 家庭住址 是吧 北京 然后班级 是哪个班级呢 高一一班的 高一一班 楼号啊 这个一号楼 对吧 房间号 一号房间啊 老师 现在老师的姓名啊 老师的姓名啊 什么老师呢 比如说我之前的老师 有个叫翠花啊 然后老师的年龄啊 40啊 教什么呢 教教物理的 好吧 哎 那我们这样存 是不是来存我们的教育信息啊 比如说我们的教育信息 就涉及这么多啊 那现在 问题来了 说一号学生是这个信息啊 二号学生呢 二号学生 你看了 你再看 比如说 这什么呢 老王 男 手机号 22 家庭住址 狼房 然后这是家庭住址啊 并不是说咱们上学的地址 好吧 这他也是高一一般的啊 他是一 这个一号楼 一号房间 也是翠花这个老师 年龄40啊 还无交不理的 对吧 那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 三号啊 小刘 小刘 哎呀 小刘 今天手有点残啊 比如说女啊 这个手机号是多少多少 然后他家庭住址 狼房 他是高一 几班的呢 一班的 一号楼 一号房间啊 翠花 这个年龄 什么老师啊 你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这样数据 这样就是 比如我用这么一张表格来存 你有发现这里面的数据 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 问题在哪呢 对吧 班级的信息 老师的信息 你会发现 这些学生啊 好多学生 他都是什么呀 这些信息都是一样的 你有没有发现 那这样的话 你看白白是不是浪费了存储空间啊 白白浪费了存储空间 其实他们几个记录 我记录一条数据就够了 对不对 所以说数据库管理工具 他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了 他就会干什么呢 将这些数据单独的再创建一张表 比如把它拿过来 我剪辑一下 把它放到这来 把它剪辑一下 这是老师的行为 来剪辑到这来 来 你一张表 你存一下 来 你一张表 你存一下 你一张表 你存一下 我给你们拆成三张表 这张表呢 就叫班级表 class吧 比如说 这张表呢 就叫老师表 teachers 好吧 teachers 然后上面这个呢 我给他剪辑一下 给他移到 移到这来吧 这一套我再移走啊 移到这来吧 行 这个是什么信息啊 学生信息 students 好吧 给他起个表 表明 学生信息 你这个表呢 就班级信息 你这个表呢 老师信息 好吧 那老师里面 肯定有很多个老师 很多个老师 不光翠花吧 这时候就不用 一个老师就一条 就一行记录就可以了 对不对 另外 除了翠花之外 什么 如花 如花 30 教什么呢 教教体育的 对吧 那还有什么呢 叫这个这个这个 翠芬啊 叫小芬啊 然后这个28 教什么呢 教语文的啊 然后还有什么呢 叫这个 比如说 我之前这个 那个这个 叫叫叫 香花 张香花啊 我们有老师叫张香花啊 然后这个这个 40了 比如说啊 教什么呢 教教我们 这个数学的 好吧 哎 这样的话 你看老师的信息 就存下来了 对不对 存下来了 然后这里面再给他 给什么 再给他个编号 老师的编号啊 ID 这是第一号记录 二号记录 三号记录 四号记录 来个编号 好吧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班级也是一样 班级 我就不用重复存吧 每一条记录 不用重复 对吧 高一一班 高一二班 高一三班 对吧 哎 这个楼号 他可能是一号楼 一号楼一号楼 这存无所谓了 对不对 房间号肯定不一样吧 哎 比如说你是二号房间 你是三号房间 这里面呢 再给他来个序号 来存啊 一二三 哎 标记标记一下序号啊 那么好了 现在 啊 现在 如果说 数据我们这样存了 这些数据 其实本身就一定的关联性的 那比如说 有一天 你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我来你这个教务系统上 我查一下这个谁啊 这个摘蛋的信息 那数据库管理工具 就会干什么呢 来我们这张表里面 你给他发一个circle语句 他就来这张表里面 把这条数据给你拿出来 给你看了 对不对 但是 如果说你在教务系统上 你有一个需求是什么呢 我想查看一下 这个学生是哪个班的 摘蛋这个学生是哪个班的 我这时候怎么办 班级信息 其实是在这里面存着了 为了不让他们重复 避免冗余嘛 哎 都在这里面存着了 老师的信息都在这里面存着了 我想查一下这个学生 他所在班级是什么 他是哪个班的 给我查 给我查了 对不对 经常有这种需求啊 那此时这样的 这怎么办 我说我把这些表啊 本来他们一张大表 我里边确实能查到 这个学生 就这一条记录里面 就能看到他是哪个班级的 对吧 但是为了减少冗余 我们拆成了这么几张表 那此时 我想通过这个学生名称 查他是哪个班的 如果说我们拆成的 是什么几张单独独立的表 那么你根本找不到 他是哪个班的 在这些数据里面 你是找不到他们的关系的 好吧 但是 我们的数据库 RDBMS这种关系型数据库 允许我们干什么事情呢 允许我们给他们这几张表 加一些关联 加什么关联呢 比如说在这里面 class 加这么一列 班级一列 你是几号班级的 一号班级的 你是几号班级的 就是序号啊 看这个序号了吗 我只要标记一下序号就可以了 你是一号班级的 你呢 你是二号班级的 你也是一号班级的 好吧 老师也是一样 我在这还可以标记什么 T恤 老师 比如这都是班主任吧 班主任是谁 对吧 你是一号翠花 这个你是什么呢 你是这个三号小分 你也是一号翠花 而我们这样来存 就存了一个相当于什么呀 存了一个我这张表和另外两张表的一个关系 存了这么一个关系 那这样的话 将来我通过什么呢 数据库管理工具 我们的RDBMS 我就可以干净什么事情呢 给RDBMS发一个指令 Sircle指令 RDBMS DBMS 就能帮我们干什么呢 就能做到这个事情啊 比如说 我想查询一下 这个Jaden 是哪个班的 我想查询一下他 我就可以在这写Sircle语句 比如select 什么什么什么 写一堆Sircle语句 发给谁呢 发给 我这是客户端啊 我就可以用这个 RDBMS 数据库的管理工具的客户端 写这么一个指令 发给什么的 数据库管理工具的 比如这是服务端 发给服务端 那服务端就能干什么事情呢 就能来到 根据你发的指令 下发的指令 我就来到这张表里面 找到这个Jaden 这个用户 找到Jaden这一条记录 并且 找到什么呢 找到一个这个Class1 然后基于这个Class1 这个RDBMS 还自动能帮我们 找到Class表里面的 什么呀 这一条记录 那你就能查到 哦 Jaden原来是高一一般的 明白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这些表 虽然说我们都独立出来了 但是我们可以基于一些标记 让他们什么 有一定的关联性 这叫什么呀 这叫表数据之间 是有关系的 基于这种关联 设置啊 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关系 组织起来 而基于 这种RDBMS 关系型数据库 里面提供的这些 Sircle语句 就可以完成我们 这么什么呀 关系表之间的数据的 互相查询 没关系 没关系吗 这就是所谓的 我们存的数据 具备关联性 而具备关联性的这个数据 通过RDBMS 关系型 关系型数据库 我就不说 就是我一说关系型数据库 指的就是关系型数据库 管理工具 就通过这种关系数据库 就能完成什么呀 各个数据的什么 一个数据关联 数据关联 关系关联 而且能够完成 非常有效的 非常就是方便的 这种关联数据的 一个查询和处理 明白我意思吗 这就是所谓的 关系型数据库 那非关系型数据库 指的是什么 我们存的那个数据 比如我存了一个数据 比如咱们 非关系型数据库 是兴起在BIP2.0 就是用户产生数据 的时代 现在咱们还属于 BIP2.0的时代 用户产生数据的时代 比如说用户 就是比如说抖音来讲 用户发了个视频 你只需要记录这个用户 比如Jaden 某某视频 那个视频 我可以给他什么 记录个编号 叫MP4 是他的 这个数据夸 往数据库里面一存 再来一个什么呢 Jaden用户 还有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编号的一个 这个视频 发了好多视频 我就呱呱呱 就可以往这里存 他和别人的视频之类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关联性 而且他不需要太多关联性 就是用户 这个用户产生的一些数据 我就呱呱往里丢就可以了 说为什么 那我什么 我们官邑型数据库 不能做这样的数据存储吗 完全可以啊 但是官邑型数据库 你注意了 他的操作 他本身设计 设计就是为这种 有关联性的数据来设计的 那么他的存取数据 存取数据的这种方式 就是什么呀 他要去建立各种关联 各种关联 那比如说我们查一个数据 他就会干什么呢 去排查一下 有没有一些关联数据 那这样的话 就影响他的什么呀 性能 但是这样的数 这样的关系型的数据呢 我们又是在生活场景当中 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说这样的数据呢 就可以用官邑型数据库来存 而这种没有什么 关联性的这种数据 就可以用非官邑型数据库来存 非官邑型数据库的设计 就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什么官邑性 但是数据肯定是略有关联 但是官邑性不像 官邑型数据那么复杂 好吧 就非常的简单 我自己用户发一个视频 就非常简单 我的用户名 加上视频名称 就够了 我那一存就可以了 我想看我的数据 我是不是打开我的抖音 我就能看到我自己的 所有的这些视频了 对不对 你想看别人的视频 你只要打开别人的 你只有他个名字 打开别人的 你就能看到他发的所有视频 对不对 这种视频其实 这种是这种数据 这种数据 它没有什么太多关联性数据 你也不用去介绍这个数据 和什么数据有关联 怎么那么地的 没有 没有什么太多关联性 但是量有非常的大 比如现在这个 Web 2.0时代 用户产生数据的这种时代 你一发视频发一堆 他一发视频发一堆 是吧 这种数据量非常的大 你用这种关系型数据库 去做的时候 关系型数据库 它要排查关系 所以说这有一步 排查关系的过程 就比较慢 相对来讲就比较慢 但是它能非常有效地 把这些关系都给你做好 但凡是你有关系的 都能把你的关系 关联性都给你做好 所以说关系型数据库的操作 它注重关系的一个数据维护 而非关系型数据库的操作 它注重的是什么 就到非关系型数据库里面去 关联性比较大的数据 比较多的数据 给我关联到什么 这个给我放到 关系型数据库里面去 明白为什么 而这种非关系型数据库 它是不能去建立 就是很难去建立什么的 这么一条数据 和另外一条数据的 一个关系的 关联性的 关系的 因为非关系型数据库 就没有去提供 这种什么 这种关联的这种 机制 明白为什么 就是为了追求效率 减少麻烦 就是非关系型数据库 的一个特点 明白了吗 这就是关系型数据库 和非关系型数据库 那关系型数据库 其实它有分很多 它又有很多 常见的关系型数据库 它有很多 有什么呢 Oracle数据库 能帮我们做这种 关系型数据库 Oracle数据库 还有MetSQL MetDB CircleServer 等等 好吧 非关系数据库 也有好多 好吧 那下一个 我们简单聊一下 他们几个 行吧 我先停下视频 啊 我先停下视频 我先停下视频